電話納頭 並將業者真的好無奈 因為過去遺體被要求 需要在二十四小時內火化 造成不少家屬 沒能見到親人最後一面 但前一天陳時中又改口 沒有這樣要求過 讓民怨一夕炸鍋 也有人點名 去年六月八號副指揮官陳宗彥 明明確認二十四小時內要火化 確診者遺體是否需要在一天內火化引發爭議 新政院長蘇貞昌強調 相關處理方法都按照規定 請指揮中心與地方政府業者多多溝通 希望讓紛爭盡快落幕 華藝市新聞另外與黃昭盛 攝影台報導 我是吳怡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你 我們非常сы养 這個地方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